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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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早 現在是2020年1月19號 早上 2點48分 我們現在做什麼 出國 我們要去哪裡 做美機 我半夜把小孩挖起來 你以前有出過國嗎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而且呢 也是我 第一次一個人帶小孩出國 我們現在要坐飛機去東京了 GO 我們現在到機場要準備check in了 我們現在在準備登機 那我們先到便利商店買早晨吃 因為我沒有預訂飛機餐 我們的班機是早上6點40 所以我們3點就來這裡了 很多商店都沒有開 上來登機的地方才看到原來摩斯漢堡有開 我們要準備登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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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機 哇 今天竟然空潮欸 這邊有一個小桌子 我也有一個小桌子 這麼快就來開箱飛機囉 有三排座位 他座位比一般的航空 左右的寬度比較窄一點 可是前面的空間還夠 像我一個女生 膝蓋到前面座位 還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人家來說庫廊上面很冷 結果好熱 因為他還沒啟動 所以不過還沒開 還沒開冷氣啊 我們登車飛機囉 有一個小朋友 在準備他等一下睡覺的用具 座位的扶手是可以動的 這邊是冷氣 然後這裡可以開燈 然後我們的座位是25台 那邊就是廁所 還蠻記得 所以我附會選位子 因為帶小朋友的話 一定要跟小朋友在一起 我們到神仙機場了 好的 我現在來為大家總結一下 我第一次搭庫航的體驗 不好意思我在東京的時候 沒有拍結尾 因為我這三天行程下來 真的是趕趕趕 忙著玩 沒有什麼時間專心拍影片 這是我第一次搭聯航出國去玩 那我去乘跟回乘的飛機 都是選擇庫航的班機 因為他的時間比較符合我的需要 早去挽回 把這三天出去玩的時間最大化 這次做庫航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空服員服務態度非常的好 座位舒適度也還不錯 庫航從台北出發的去程飛機 是採用比較大台的波音787飛機 他的座位有左中右各三排 所以一列總共是9排 座位的舒適度還不錯 然後呢前後的空間也蠻大的 不過庫航從東京回程的飛機 是採用A320的班機 比較小台一點 他的座位只有左跟右各三排 所以一列是6排的座位 一上飛機就直接可以看到機長的駕駛商 然後機長在開飛機 A320這個機型的飛機 他的座位空間也會比較小一點 我一個女生坐起來的話 我的膝蓋跟前面的座位只剩下一個拳頭的距離 女生跟小孩坐的話當然是綽綽有餘啦 但是如果你的身材比較高大一點 或者是比較壯一點的男生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喔 搭連航最讓人家上腦筋的就是飲食的問題啊 那庫航的飛機餐真的是很貴 大概要台幣400多塊吧 所以我選擇在搭飛機前先吃個飽 反正飛東京這種短期航線 上飛機就睡覺一下子就到了 也不會有餓到的問題 喝水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自己帶空瓶子 在通關完之後呢 再找飲水機裝水 上飛機喝 這樣子就可以省下不少的飲食費唷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搭連航的體驗分享 希望對你有幫助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掰掰 飛了 真的要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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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快進步 拍到有點樣大 好嗎 已經有機壇了